在我拿下來的時候 基本上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多人 那去年因為是市長宣誓 去年是台灣的台南的一個文創的元年 今年是第二年 那因為第一年我們就在施訪說到底要怎麼去把台南的文創 因為這是文化鎖度 文創能夠把它去文化 所以零百後去年也就開始開張 那零百後的開張也造成大家對台南另外一個展覽的影響 一個古老的建築 日本時代的建築 把它從這個第一個百後公司內 把它重新外貿重新恢復 然後裡面都放了很多台南 台灣的一個文創的商品 這樣的地方一定是很多人來到台南必須要去的地方 那我想我們去年把藍賽土拿掉之後 市政府團隊也是非常用心 想說怎麼樣把它固執 甚至於把它更精 第二版的藍賽土把它出現 所以當時就找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過去呢 還沒有正式要怎麼定位之前 我來過好幾次 為什麼來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登革熱 三年前的登革熱 這個中西區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每次登革熱這個地方爆了一個點我就要來看 那看一看我們就覺得用一種不同的觀點來看的話 一個人是認為說這個是會虛 會虛 那這是以前的 我們的差不多二三四年前的步伐 但是又看了之後我覺得我非常的感動 如果能夠把它做一個整個地方 我相信這個地方是非常具有創意的 那我想市長還有市府團隊看到這一點 所以就跟國有財產局怎麼樣把司法塑造 能夠這個地方呢 能夠把它重新再復活 給舊的東西 給台南的文化一個新的生命亮點 所以就開始在葉劇長聯隊 還有很多人的共同結束之下 就開始司法說這個地方要怎麼樣的利用 那剛好西門路這個地方最近呢 好幾個飯店通風這個地方在整理 那未來這個商市 我們也出去了 也出去了 那所以這個地方未來是台南一個商業的一個景點 那在商業的景點裡面有這麼一個 不一樣的文創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絕對是台南走向文化鎖獨 文化鎖獨一個必然要的條件 所以這個地方呢 極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呢 他把過去中區區還有整個台南市呢 對於登革這個儀利的點 把它清除掉 這個地方未來跟登革好未來這個地方 第二個呢 他是整個一個藍賽圖的進化版 3D 3D 那剛剛我們的葉劇長談到說 這個藍賽圖是建築上一個名稱 其實就是有一個朋友他問我說 你最喜歡什麼顏色 叫我選三種 我選一個藍色一個白色一個黑色 然後他就說我可以從你們選的顏色裡面 看錯一點你的性格 他說你是喔 這個行動力很強 然後呢又很堅持 又很有創造力的 我不是在說我 我是在說 藍色跟白色就代表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整個一個藍賽圖 我覺得 看它是一種很沉悶的一種感覺 第二個 是這樣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還有我們剛剛佛歐東市長所說的 這個地方 會變成是台灣一個亮點 我想它可能是 是繼這個整個台北松山跟華山之後 這個地方是個亮點 未來很多台南的一個文創的業者 包括我們很多青年鞋子 在這個地方 能夠藉著整個兩個 這個大索先小索 集氣之下 讓整個台南能夠列上國際的舞台 所以這個地方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高興 而且剛剛道裡面一看 哇 很像我們現在的大 可以讓我們大 不行 這個地方 只能夠呈現一種文創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希望 在兩個董事長 就 好好 那我們業局長 還有我們各位一起幫助 那我們希望說 能夠在今年的暑假 就能夠呈現在 市民跟國民的變形 在這個地方可以祝福 也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謝謝各位 謝謝